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新剧预约破百万,最让人期待的竟是他女儿和诚意的CP。 因为两位主演的名气都很大,所以这部剧的期待值也特别高, 虽然大家非常期待杨子和诚意的CP, 但是不少网友直呼更期待的反倒是剧中的女儿孟子逸。 孟子逸自2016年参加综艺,一年级毕业季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 这档综艺节目中也有诚意。 在这档节目中孟子逸和诚意关系非常亲密, 在观众面前就像一对小情侣, 但是后来孟子逸退出了这个综艺, 不少观众都非常期待能看到他们俩的后续。 还有不少网友为这个CP取了个十分神奇的名字, 叫缺德CP。 因为孟子逸的风评一直都不太好, 一直遭到网友的攻击和批评教育, 所以不少网友都不希望他们的爱豆和他合作。 虽然孟子逸的情商有点低, 却也是一个心直口快, 有点小做, 有什么说什么的东北女孩。 而诚意的性格十分沉闷, 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干部一样,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反倒可以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杨子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部虐心的感情戏, 你想追吗? 杨子新剧开机, 竟被三个帅哥追, 这个选择题可是真难为杨子咯。 听闻爱情时有酒杯, 听闻过往, 十亿酒伤。 杨子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部虐心的感情戏, 你想追吗? 杨子跟肖战的余生请多指教, 给观众们留下来深刻的印象, 他与肖战的甜蜜隔着屏幕都填到了观众心里。 收视率也是节节攀升, 大有势不可当的架势。 那杨子这回又给我们带来了新剧, 据说是一个女主被三个男孩追的戏码, 而且男主一个比一个帅。 这部剧叫《长相思》是一部古装神话剧, 演员都是高颜值的实力派。 女主当然就是杨子, 男主是帅气小生张婉义, 邓为何谈剑刺? 其实古装剧很考验颜值和气质。 所以光这几个人的颜值就吸粉无数了, 何况还是实力派呢? 这部剧是一部比较虐心的感情戏, 其实爱一个人就希望能够天长地久, 但是这部剧的结局却是爱而不得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独自吞下相思的酒。 杨子, 拒绝幼稚标签, 帅气转身, 简洁大方变身霸气欲解, 气场十足。 到了夏天, 到处都是水果颜色的各种搭配, 令人眼花缭乱, 新鲜, 甜美, 活泼, 可爱。 但是, 突然画风骤变, 娱乐圈兴起潮流, 各路明星在霸道上演了精致的风。 不, 我们可爱的杨子更为大家表演了另一场纯白霸气的干燥风, 改变了往常优雅的姿态, 让女人在充满霸气的职场中, 展现姐姐的气质, 就像气场一样, 震慑着大家。 杨子拍摄的最新照片中, 简单的白色连衣裙看起来更漂亮, 颜色简单大方, 纯白更让人眼前一亮。 上衣是白色的百搭衬衫, 与刻板的衬衫不同, 是领口的独特设计, 背带的设计装饰的整件衣服看起来不那么轻薄, 更有层次感。 另外, 衣服的腰包设计, 完美地划分了杨子的身材比例, 领口金属和腰包金属, 装饰在纯白无瑕的衣服上, 元素相互呼应, 整个衣服看起来更加立体。 白色尖头高跟鞋搭配, 霸气欲解摇身一变上线。 除了简约之外, 杨子还搭配了清洁的发型, 捋了一部分头发, 使其看起来不更厚, 有更强的职场女性风格。 而是搭配渐变的粉红色, 穿着简单又增添了甜美可爱的风格。 挑战简约精致风格的杨子, 也挑战了用牛仔裤凸显职场女性魅力。 同样的拼接裤, 不同衣服的材质。 穿牛仔裤, 更能散发出时尚气息, 散发出智慧魅力, 同时也能很好地稳定自己的时尚风格。 而且, 这张照片展示了杨子自己优雅甜美的气质。 万众踩着雷显得旧花纹裙, 素色地和遍布整个裙子的花, 她穿起来更优雅成熟, 骨子里透出一丝女人味。 看看花裙子看看自己的气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